去年6月 辽阳市市民通过12345便民服务热线平台 反映说 宏伟区俄瓦县道路无法通行 辽阳市宏伟区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道路通行难题 认真调查落实 您好 辽民省12345正务服务热线 群众反映的鹅把仙道路位于辽阳市洪美区曙光镇 近邻辽阳方丁基地产业园区 周围还坐落着曙光镇四个行政村6000多户居民 这条路原来特别窄 就是将把家能过一辆小轿车 然后我们这条路之前还总跑大车 然后路就翻墙 有很大很大的坑 俄瓦县原路修建于2004年 路面宽7米 道路排水不畅 路面破损严重 由于紧邻方丁基地 微化品运输车来往穿梭 加上村民出行 农产品运输都要走这条路 让这条路出行存在危险隐患 这个方丁园区一共是40多家企业 经常反映我们这个路就是出行不是很畅通 这个俄瓦县连接省道这块 这个和整个车的出行包括企业的出行非常困难 区委区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多次到现场勘查 发现这条路不仅地下官网重重 道路一侧原有的河道 也为道路扩建增加了难度和成本 有辽化的地下广网 还有我们上下的高压线 这个都需要保护 前期设计就搞了将近三个多月 然后我们在区委修正 我们连续开了几支会儿 请专家进行论证 去相关幕门进行共同研究这个东西 最后我们把那个路径定下来了 再用一份河道 然后政府投资人也非常大 我们这条路前后投资人将近达到了2800万 我们重新修了1000多米的挡堵墙 齐了300多米的石器边口 这个整个重新这个路面 黑色路面那个维修改造是36000平 在改扩建俄瓦县过程中 区委区政府考虑到方厅基地企业需要 不仅将路面宽度扩建到15米 还将俄瓦县与方厅基地产业园区内部道路之间的 慢水桥修建打通 使园区企业物流更加畅通 第一时间记者韩冰高志远报道 第一时间记者嗯 有人 concerns提到 优优区的人